小李来到了一家路边摊 想吃宵夜 看到招牌上写著花枝意念 就叫一碗来吃吃看 吃了一半后 小李发现 这碗面里根本没有花枝 觉得是不是被骗了 就问老板娘 老板娘 我的花枝意念 怎么都没有花枝呢 是不是弄错了 老板娘笑着说 不好意思 花枝是我的名字啦 又来说笑话 考试成绩 小明是个小学生 每次的考试成绩都不及格 老板就跟小明说 明天考试及格的话 零用钱就加倍 隔天小明带着考卷回来 老板一看60分 老板就问小明这个零 看起来乖乖 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你只考了6分 小明说不是的 零不是我家的 老板抱着小明哭住说 我误会你 你真的及格了 小明很不好意思的说 我家的是6 老板哭得更大声 网络笑话又来了 有文化的一家人 一位太太在忙着清洁打扫家里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做到实在有点烦了 于是在冰箱的留言板上面 写了几个大字 家庭卫生 人人有责 儿子看到后 加了一横 家庭卫生 大人有责 先生看到后 在家一横 家庭卫生 夫人有责 太太看完后心想 懒惰的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 懒惰的人有文化 又来说笑 想要什么 一对夫妻搭上捷运 要到国父纪念馆 下车后 两人为了从哪一个出口出站 争执不休 先生坚持要走一号出口 才是正确的 而妻子则觉得二号出口才是对的 于是先生只好去问了月台的工作人员 月台工作人员贴着先生的耳朵 小小声的说 如果你要去国父纪念馆就走一号出口 但是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老婆 就走二号出口 笑话一则 不要打妈妈 这一天晚上回到家 正准备睡觉 隔壁突然传出夫妻吵闹的声音 同时也听到有小朋友大声的喊 爸爸你不要打妈妈 爸爸你不要打妈妈 我心想 要不要多管闲事呢 可是万一闹出人命怎么办 犹豫过后还是决定报警 正当我拿起手机 准备拨打电话时 又听那位小朋友喊着 爸爸你不要打妈妈了 你 你打不过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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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